2015年3月22日,世界水日之际,恒大兵权在北京举行一瓶一马大型科普活动启动仪式,呼吁全民关注饮水安全,注重生命健康。 据透露,此次活动在全国30个省市、自治区同时启动,将举办科普活动15000场,免费赠送恒大兵权200万瓶,发放饮水资料1000万份。 恒大集团副总裁刘永卓,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马锦亚,国际巨星成龙以及全国主流媒体记者共100余人出席启动仪式。 据了解,恒大兵权是长白山原始森林中的天然深层矿权,富含人体所必须的多种矿物元素,并在国内率先启用一处水源模式,保证每一滴恒大兵权都来自长白山,这也是世界级矿权水的通用模式。 2014年底,恒大兵权在国内瓶装饮用水行业首家应用一瓶一码防伪溯源技术,消费者打开恒大兵权瓶盖,用手机淘宝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,便可立即获取这瓶水的水源地。 编号、生产批字、产品规格等身份信息,业内人士认为,作为国内中高端矿权水的领导品牌,恒大兵权始终倡导健康饮水理念,坚持长白山一处水源,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健康、安全的饮用水。 恒大兵权一瓶一码构建饮用水质量保证体系,将持续引领饮用水行业革新。